10月7日,知名潜水员韩挺在广西都安九顿天窗景区潜水时失联引发关注 10月11日,都安县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专业的水下智能机器人已下水搜救 当晚,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 疑似目标在九顿天窗景区水下110米处被机器人发现 但救援难度较大,它在洞里面被卡住了 10月12日,记者从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获悉 疑似含挺遗体的目标已被发现 但打捞工作专业性较强 需等待专家确定具体方案后再进行 一名接近搜寻人员的知情人表示 最初考虑的方案是由水下机器人将人带到一定高度再由潜水员下水捞出 但水下机器人无法完成 目前在从外地找有能力下到这一深度打捞的潜水员进行打捞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国内能下潜到这一深度的潜水人员极少 能下潜到这一深度进行打捞难度则更大 他告诉记者 以往含挺曾在这种深度进行打捞 他捞人容易,别人捞他很难 公开资料显示 含挺1976年出生 前零18年 是中国首位休闲水费、自由潜水和技术潜水三期教练 登山、跳伞、滑雪、贪炎极限运动专家 曾参与创建国内科研潜水体系 多起潜水意外 2014年 深圳水下探索俱乐部一行三人来到九顿天窗潜水探险 其中一人遇难 2015年 两个中国潜水员在九顿天窗下潜 一人遇难 2021年 两人在九顿天窗潜水遇难 两人为国内优秀的技术潜水员、教练 含挺是当时搜救的核心和领导者 潜水正从一个专业的项目慢慢走向大众 成为基础款感受大海的方式 潜水也逐渐成为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潜水而专门去某地旅游开始流行 同级显示 热衷潜水的群体中 赶玩、爱玩、爱冒险的90后 占比达到了66% 从购买人群所在地域看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人的热情最高 如果你想要挑战潜水这项运动 该如何安全地去感受海底世界的壮美 极限运动达人Michael认为 潜水是一项有风险的运动 需要注意的安全规范比较多 首先 海底的压力压迫耳膜 会使潜水者的耳朵有刺痛感 但是经过训练后 人体会适应这种感觉 其次 近视的游客千万别带隐形眼镜下水 应选择有度数的潜水镜 因为隐形眼镜很容易让水冲走 也容易造成感染 再次 潜水时要避免被珊瑚礁和礁石等物体刮伤 不要用手脚去触摸一些不认识的生物 以免避免避受反击 如果一旦被水母折伤 可以立即用碱性液体清洗伤口 如肥皂水 身边如果没有碱性液体 用清水不断冲洗也可 另外 在出游前 最好准备好皮炎瓶等抗过敏软膏 被折后 最好将抗过敏软膏涂抹 可有效缓解疼痛和肿胀 最好再口服一些抗过敏药 如绿雷塌定等 能够起到预防全身症状的作用 最后 患有心脏病 癫痫 感冒 神经过敏症 气喘 糖尿病 高血压 低血压 和有关耳鼻疾病的游客 都不适宜潜水 还有一类人士提示 潜水前的必要学习 包括呼吸管和调节器的使用方法 水面休息方法 紧急情况处理等等 入水前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 需亲自检查装备功能是否正常 同伴间再相互检查一遍 隋州消防也曾发布提醒 潜水要严格遵守二人同行制 一定要穿配救生衣 完全离水上岸后 才拿除挖鞋 面罩 呼吸管 在潜水牌照规定的范围内潜水 不去陌生水域 才有可能避免潜在的风险